由卫生局主办的今年金门长者活跃老化竞赛活动 8月12号在城中的艺文中心举行 总共有9队社区团体报名参赛 慢慢上了年纪之后 保持一个动态的生活形态是很重要的 就是为了健康 我们都知道这一个欧美那边的目标 特别是欧洲这边北欧这边 就希望我们人到了年纪之后 在最后的年纪的这段时间 就只要一个礼拜躺在床上 这样的目标真的不容易 平均来讲我们台湾就躺了好几年 就是说到最后真的要等好几年 我想这个就是一些概念上跟这种生活形态上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非常的支持也非常的鼓励 慢慢上年纪之后要保持一个动态的生活 那保持一个动态的时候很重要的话就是运动 要持续运动持续保持这种参与很多这种身体的活动 这一项由卫生局办理的活跃老化竞赛是由组队报名参加竞赛 让长者积极参与健康休闲活动 落实对长者身心灵健康的照护 参赛队伍成员每队需要20到25人年龄55岁以上 参赛队伍可以自行设计参赛歌曲还有表演的内容 因此这回的参赛是非常的踊跃参加